我覺得這塊金牌不僅是對於我個人 更是對於台灣一個蠻重要的里程碑 不僅是台灣體育或是台灣的群聚 都是一個非常重要的里程碑 那今天拿到這塊獎牌 這塊金牌 在奧運場尤其是在奧運場上 也就是證明了說 我們台灣人也可以做得到 那我也希望說在未來我們在 包括他說在想要練一拳 或是練體育的人 都可以持之以恆的堅持下去 那我相信只要肯努力一定可以有收穫 自己在頒獎台上情緒比較激動 對 就是聽到屬於我們自己的歌嘛 那當聲音就是聲音樂聲響起來之後 就開始心中無限的跑馬燈 一直不斷的在腦海中回響 對 那就是不管就是曾經的每一幕 就是曾經的每一幕都是歷歷在命 那就是很感謝說自己堅持下來 那很感謝自己 那也包括說很感謝包括教練 身後的每一位我的團隊 然後更重要的是就是台灣的每一位 願意支持我的人 那也讓我堅持到現在這樣 社群都已經關閉 那其實包括很多資訊 就是包括很多資訊都是由教練側面 就是告訴我的 那其實對於我來說 對於一位選手來說 我們首先當務之急 該做的就是在專注場上 那至於說場下的那些事情 那我就是要由教練那邊去解決 那接下來會有什麼樣的動作 也會由後續跟教練去做討論的時候 那我們再去再做打算這樣 很榮幸能夠再往台灣 然後升任這個掌棋手 那我會用力的把我們的旗幟互考 然後讓世界看見台灣 這面金牌除了是台灣在 奧願全擊時效的第一面 其實你也完成了自己的集團觀的紀錄 會不會來談談這樣的成就 就是對於我來說 這個成就非常不容易 那其實不管是對於我 甚至是對全世界 能夠達到這樣的成就的人 其實並不多 那我很榮幸也很高興 我可以擁有現在的這一切 那達到這個目標跟目的 那就是很感謝在我失落低潮的時候 很不願意放棄我的教練 朋友家人們 還有以及身後對於支持我 肯定我的每一位 那就是因為有他們 那我才有辦法堅持到現在 那就是在奧運場上 站上這個最高的位置 那我做到了 今天凌晨非常多人都沒有好好的睡覺 就是要來為我們的林玉婷來加油了 而其實不只是網路上面很多人來聲援 我們來看到其實新北市政府 他們也在一樓的大廳舉辦了直播的派對 有五百多名的支持者在現場來支持 而其中林玉婷的媽媽還有新北市長侯友宜也通通到場 現場好熱鬧啊 十一號凌晨三點三十分 大家不覺得累 五百名支持者擠爆新北市府一樓大廳 因為大家要為台灣拳後林玉婷在奧運女子拳擊決賽加油打氣 大家紛紛高舉手排和應援棒進場 林玉婷的媽媽也現身為女兒加油 現場應援聲此起彼落場面相當沸騰 台班高舉林玉婷的首選是勝利 只有以五比零擊敗波蘭選手奪下金牌 大家也按耐不住興奮尖叫聲衝刺一樓大廳 林玉婷的媽媽也激動致詞 感謝大家力挺她有大家真好 回顧這場賽事林玉婷因為性別議題 頻頻登上媒體版面 不過她不會謀黑奪下台灣時尚首面奧運拳擊金牌 堅韌的意志也令人相當感動 要用Boxing打敗Magic我們的林玉婷做到了 而事後在賽後我們的體育署署長 亦記得她的教練也有受訪 來談談這一路以來的心路歷程 我們趕快把時間交給佩薛 帶我們走 好 林玉婷在這次的征戰巴黎奧運 在賽事過程中無端的捲入性別風波 甚至在哈利波特作者JK羅琳的助燃下 成為全球關注的議題 但是林玉婷不但沒有被此擊倒 最終順利摘下金牌 用場上實力說話 賽後林玉婷正在進行要檢 而她的教練也先帶著她的金牌 接受訪問 更不忘感謝JK羅琳 來聽一段稍早訪問 其實我應該很感謝那個叫什麼 JK羅琳 Thank you I really like you 謝謝你的無敵釋放 讓全世界看到了台灣的驕傲 你也讓女子拳擊運動 居然能夠在全世界創造這麼好的成績 中華隊的金牌封關站 我看應該是刷新的最新的點閱率 許多外界的質疑 國際上的質疑 那玉婷都算是忍住 在今天晚上做最後一次的爆發 所以我們真的很為她高興 也很感動 性別風波擴大的延燒 也讓世界更關注到 台灣的選手林玉婷 體育署長也說 當時在賽場上 其他國家的觀眾也都在為她加油 看到了非常感動 而教練也說在比賽期間 好在林玉婷都沒有接觸社群媒體 沒有被對手的心理戰影響 保持賽場上的專注度 是到比賽前一天才看到一些新聞 瞭解整個狀況 而體育署也將邀請林玉婷來擔任 奧運閉幕式台灣隊的掌器官 但是目前還正在等待她的回復當中 其實林玉婷一路走來 可以說是相當的艱辛 不只是要對抗自己的體力 還有就是所謂的性別的風波了 這一路走來相當的艱辛 而對此現在台灣我們的教育部 也會來對此來發寒 不過其實就有一些專家就有提到 這過程因為你要跨海 來進行法律的訴訟 可以說是相當困難 一拳再一拳每天重複無數次動作 全是檯面下苦練功夫 除了拳擊還得鍛鍊體能 跑步練臂力 從IG上就能看到林玉婷 有多努力訓練 但真正出場比賽 卻慘受國際權總惡意攻擊 被揭露醫療隱私與資訊 體育署證實已經對國際權總發出警告信函 更強調將會提告 才喊話全國當林玉婷後盾 但具體怎麼告外界都想知道 畢竟跨海的法律動作並不容易 由於國際權總登記地在瑞士 律師分析若真要提告 可以到當地提起違反個人資料保護的相關刑事及民事訴訟 提告後還得依照當地法律進行 或是向國際運動法庭提起運動仲裁 但在法界觀點來看挑戰性相當高 第三個這是一個國際型的賽事 它有一定的公共性 也有一定的輿論關注度 更重要的是可能會牽涉到國際政治實力的角力 目前已經跟奧會 然後也委託律師要採取必要的一個行動 中華奧會認為國際權總確實違反歐盟個人資料保護法 你一定提告 無論後續打官司要花不少時間 體育署罕見跨海提告 一定要替台灣女兒出一口氣 三線學王家涵充嚴 台北報導